一个不懂拒绝的烂好人到底能好到什么程度 她有一个相恋四年的男朋友 可男朋友的家里却一直住着分手四年的前女友 四年来对方只打游戏不上班 一切生活开销全靠男朋友供养 对此林却没有表现出一点不满 哪怕自己住的公寓租了两年又两年 什么呢 这部门的更新的知识 林就是这样一个宁愿自己委屈也要成全别人的老好人 她在感情上如此 在工作上也是 虽然拿着业务助理的工资林却干着比总统还操心的活 每天一睁眼迎接她的就是老板一条又一条的催命信息 路上如此公交车上已是 林给老板起了的外号叫九十九件 渐渐都扎在她疲惫不堪的心上 因为工作认真负责老板所有事都找她 同事们也都把林当成了护身符 只要一遇到麻烦时就会说几句好话 然后把烫手山芋推给她 这就使得林在公司里的地位极为尴尬 做得好是别人的功劳 做不好自己挨骂 她就这样在老板的威严和同事的甩锅下 惶惶恐恐过着每一天 结束工作后林通常会去家门口的小酒馆喝一杯 这可能是她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候 但很不巧 今天她遇到了一个不准会说话的客人 男人名叫龙平是这家酒馆的常客 到现在林跟他也算不上相识 之所以会有刚才的疑问 是因为好奇几天前在酒馆里发生的一件事 那天跟龙平同来的女伴突然宣布要结婚 当时林和男朋友也在 因为两人举止亲密况且也同来过不止一次 大家自然而然地认为结婚对象就是龙平 可女人却大方地告诉他们自己和龙平 虽然保持着那种关系 但还没互相喜欢到能够结婚的程度 甚至连交往都算不上 这就是林今晚想问的问题 她想问问龙平那天 女人说两人也没那么喜欢对方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一开始彼此相爱 但交往时间一久感情就淡了 龙平不想回答 但耐不住老板在一旁煽风点火 于是就顺嘴编了的瞎话 龙平一本正经地说着林一本正经地听 或许是觉得自己太唐突戳了人家的痛处 接下来林没有再开口 酒馆里的气氛也因这个问题变得有些压抑 刚好这时龙平来了电话 她起身去接 当再次坐回的时候 林已经不见了声音 龙平向老板抱怨 刚才那个女人闲得发慌问那么无聊的问题 老板觉得林可能是恐婚 毕竟已经和男友交往了四年 还感慨林结婚之后不来自己会想她了 她总是面带笑容一走进店里整个屋子都跟着亮了起来 听到这里龙平张嘴就说了一句很恶心 龙平自顾自在背后说着人家的坏话 没想到人家根本就没有走 不过林也没有计较 依旧一脸笑容跟两人做了道别 可这也正是龙平觉得她恶心的地方 林确实听到了龙平刚才的话 她只是不想计较也懒得计较 工作中她遇到过太多类似的刁难与嘲讽 但是个人就有脾气 林也不例外 这天同事又将麻烦事甩给她 由于自己疏忽得罪了客户同事 想让在附近谈业务的林去替自己道个歉 林推脱不掉只能硬着头皮前去 但对方却故意刁难 客户提出两个选择 要么林换掉同事负责这个案子 要么就替她下跪道歉 林想都没想 她脱下高跟鞋 竟然真的给对方跪了下来 人来人往的大厅里 人们被她这个举动下了一秒 客户也有些不好意思 她蹲下身子用手摸了摸她的头 这个举动看似安慰 但在林的心里 她比下跪还要恶心 当处理完所有事情已是午夜十二点 而老板依旧在这个时候 发来信息让她做报告 有那么一瞬间 林真的很想从站台上跳下去 幸好地铁的鸣笛声将她拉回了现实 那天晚上林没敢在坐那趟 差点要了她命的末班车 她打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酒馆 店里除了龙平再无其他客人 看见林坐下就连点了三大杯啤酒 她又嘴欠地问了一句 原来林也知道龙平之前的话 是信口胡舟的 她猜对方一定是被人家给甩了 龙平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她反过来问林是不是婚前抑郁 或许是喝得有些多 又或许是把龙平完全当成了一个 永远不可能有交集的陌生人 林情不自禁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她之前是有想过要结婚 但现在只想好好谈场恋爱 她想要爱上某个人 一个不用苦苦等待四年 还不能让自己搬去她家里的人 回去的路上龙平一直跟着林 路过自己的办公室 她问她要不要上去 或许接下来会发展出新恋情 也说不定 林没有理会她的轻浮 因为这已经是龙平第二次约她了 龙平确实已经不记得了 她问林两人有没有发生什么 林才不会答应这种下三滥的邀约 她说后来龙平就领着另一个女生走了 而这次也一样 三杯啤酒林是醉不了的 也没有奔到走出店门才三分钟的路程就被人扑到 龙平听着听着却笑出了声 走之前她告诉林 要是可以奔一点 人或许就会轻松的多了 这句话在林的心里好像触动到什么 但到底触动到了什么她也不清楚 直到回家的路上她看到了一张海报 海报上的模特是那晚和龙平在一起的女人 她穿着大胆脸上雕刻着高傲的自信 那种自信是林至今从未有过的 也就是在那一刻林终于知道 龙平的话到底触动到了自己心里了什么 第二天一个打扮的与上班族格格不入的女人走进了公司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 她将一份更正自己工作内容的策划书甩到了老板的脸上 她把别人的男朋友当成自己的 在人家白吃白喝一住就是四年 四年里她从不上班也不出去找工作 整天除了看漫画就是窝在家里打游戏 这天前男友再也忍无可忍 让她随便挑一间公寓这个月就搬出去 搬家费她会出 第一个月的房租她也会帮着服务 金谷确实说过这句话 但她没想到朱莉会一直赖在这里不走 自己和现在的女朋友已经交往了四年 可就因为她的存在女朋友迟迟搬不进来 金谷在一次无言以对 每次对方表现的强势一点 她总是不知该如何应该 这一点她和林还真的很般配 在看到路边挂的那张海报后 林就弄了一身同款行头 准备向压榨自己多年的老板提出抗诉 可还没帅过一秒 对方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就又将她打回了原形 不过她的抗议也并不是一点效果没起 老板最终答应给她三天假 让她好好回去反省度过这段叛逆期 晚上林郁闷地来到酒馆 结果在这里又碰见了龙瓶 眼尖的老板一眼便看出 林与平时的穿着不太一样 而不怎么会说话的龙瓶依旧不怎么会说话 她说比起衣服自己对衣服底下的东西更感兴趣 这让林看她的眼神简直嫌弃到不行 林要了一杯啤酒 坐下之后她让龙瓶看自己的鞋 这是她照着海报买的铜款 龙瓶一眼就认出那是吴宇设计的鞋 提到这个不算女友的前任 龙瓶告诉了林一件事 吴宇对她说自己遇到真命天子的瞬间听到了终声 林想问问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终声 但龙瓶也不清楚 不过她答应会帮着问问 第二天龙瓶就去见了吴宇 对方告诉她是那种教堂的终声 龙瓶本想上网查一查 但吴宇却制止了她 她说那种声音用手机听了也不会懂 只有真正遇到的时候 才会在脑子里环绕 龙瓶问她遇到自己的时候 这种声音有没有响起 吴宇沉默了片刻告诉她没有 不过整体来说她还是很喜欢龙瓶的 这个回答让龙瓶心里有些失落 晚上她想把吴宇的话告诉给林 结果在去酒馆的路上被一个男人拦住 龙瓶是个会计师 男人想让她做笔假账帮自己渡过难关 不过她找错了人 龙瓶可不是林那种对什么事都善心大发的烂好人 况且非亲非故她更不可能冒这个风险 这一幕刚好被下班回来的林看到 看见男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龙瓶的无动于衷 让她觉得铁石心肠 林想上前帮男人说几句好话 但龙瓶立刻回绝了她 龙瓶是那种很有自知之明的人扛不了的责任 她绝对不会去扛 而且她最讨厌自己没能力还硬充好汉的人 最终龙瓶还是拒绝了男人的请求 林不忍心但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在临走时把男人的包放得离她更近了一点 经历这个小差距两人都没有了喝酒的兴致 分开时龙瓶把关于终生的事告诉了林 林下意识的也想上网查一下 龙瓶只好又把无语对自己说过的话跟她也说了一遍 最后同样困惑的两人做了个决定 亲自去现场听一听那种终生 第二天约好的两人通过手机搜索到一间教堂 教堂坐落在居民区后面的小山上 听说每天下午五点这里就会准时敲响终生 两人费了好大劲才终于爬上来 此时刚好五点 然而终生却没有在此刻准时敲响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站在那里肝膀 直到十分钟过去林再也坚持不住 才放下了酸疼的手臂 后来他们才知道 因为附近居民投诉这间教堂 只有在星期日坐礼拜时才会敲响 起了大早赶了个晚级 两人都有些性性然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不远处忽然想起了终生 终生敲响的后知后觉 如同他们这段相遇一样 错过了对的时间 却遇到了对的人 女顾客向酒馆老板吐槽 去年电庆的时候自己在这里被人搭讪 想着没有男朋友 他就跟着对方回了家 然而坐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男人却直挺挺地睡着了 而且隔天醒来的时候 他还问自己是谁 你可以离开吗 女顾客抱怨的同时 一个男人走进了酒馆 看见他若无其事 坐在自己身边 女顾客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因为他口中的那个男人 就是面前的龙瓶 龙瓶被对方盯得一阵发毛 但也实在想不起来 自己做过的龌龊事 直到女顾客走后 他才发现旁边坐的是林的男朋友 他提了个行李过来 原来是要搬到林的家里来住 金谷把刚才在酒馆听到的去世 告诉给了林 林没有表现得很意外 更没有说龙瓶在约那个女生之前 其实先约了自己 金谷这次搬来 完全是为了躲避家里的朱里 他已经给对方下了最后通牒 下个月之前必须从家里搬出去 对此林没有抱太大希望 如果这么轻易就能让对方搬走 他们也不会相恋四年 还始终住不到一起 事实也确实如林猜测的一样 朱里不仅丝毫没有想要搬走的意思 甚至还把金谷妈妈寄给林的东西 私自卖到了网上 金谷一直没有告诉妈妈 三人之间复杂的关系 妈妈也一直以为住在儿子家里的就是林 未来儿媳妇把自己好心送的东西 卖到网上 她自然心里不舒服 林也是同样如此 无缘无故被未来婆婆误会工作上 也是压力山大 老板把所有事都推给她 好像整个公司能用的只有自己 她去向老板建议再找一个秘书 可回应她的依旧还是一顿嘴炮 林就这样每天在爱情与工作间的夹缝艰难生存 那趟每天必坐不可的末班车 不知从何时起 渐渐成了她心里最害怕的东西 她只敢在车稳稳停下 人们都走光了之后才赶上去 在这种状态下 林无法再以平常心态面对男友 她的一味妥协让自己没有半分安全感 对未来也看不到一丝希望 两人的谈话刚巧被隔壁正在喝酒的无语听到 她性格直来直去 最见不得这种默默唧唧 她走过去为林打抱不平 问金谷今后打算怎么办 她现在做的事就向渣男跟女朋友保证 自己绝对会和老婆离婚 然后继续拖着脚踏两只船 金谷忙解释自己和对方没有那种关系 甚至连手都没有牵过 但她的解释显然不能说服无语 最后还是林出面主动替她说了好话 林就是这样一个老好人 她和金谷一样 哪怕自己再委屈也忍不下心让别人为难 看见林一个人伤心地走出了门无语 才意识到自己做的有些唐突 她放心不下拜托龙平起身去送一送 龙平耐不住她的软磨硬泡只好出门追上了林 她没有就刚才的事出烟安慰 而是提到了林不敢坐墨班车的事 其实之前在地铁站她就看到了林 龙平说自己有个哥哥也曾和林一样 因为怕从月台跳下去 所以每次都紧紧地躲在柱子旁 她的哥哥原本很优秀 一直是父母引以为傲的资本 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导致哥哥经营的公司破了产 龙平冒着风险帮她做了一笔假账 但哥哥不但不领情还痛骂了她一顿 也就是那天在酒馆借酒交仇她无意间看到了林 当时正值店庆老板难得开了两瓶好酒 林满脸笑容穿梭于人群中帮大家满杯 可最后轮到自己她却一口都没喝上 那种无奈的表情让龙平觉得她和自己哥哥好像 总是把笑容留给别人心酸留给自己 所以她才打心底觉得林很讨厌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让她主动约的林 她就想亲眼看看林一副悲惨的样子 分开时龙平告诉林自己现在也没有那么讨厌她 林依旧一副无所谓 她和对方只是偶尔一剑的关系甚至连酒友都称不上 只是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手身如玉的同时 男友却给了她一个天大的惊喜 她去找朋友拿男友的手机 可朋友却告诉了她一个震惊的消息 林气呼呼地找到龙平 她怎么也不能理解 马上就要结婚的吴鱼怎么就能和自己的男友睡在了一起 龙平被这突然的疑问搞得也有些懵 但坐下之后还是替吴鱼撒了个慌 她说对方常常会开这种黑色幽默的黄腔 再怎么说她也不可能已受成那样 林半信半疑但她心里很清楚 吴鱼不是一个说了不做做了不说的人 当林回到家时消失一晚的男友早已等候多时 看见她的样子 林就已经印证了心中的猜测 果然当林把电话交给她说是在吴鱼那里拿回来的时 金谷就再也装不下去了 林没有听她把话说完 即便心里已经有了准备 她还是不愿相信相爱四年的男友竟然背叛自己出了鬼 她一个人落寞地走在街道上刚好碰到了迎面而来的龙体 林邀请她去酒馆喝了一杯 现在能打发寂寥的除了啤酒只有龙品 两人喝了一杯又一杯 而随着酒精发挥作用事情也渐渐偏离了正规 林再次走进了龙品的家 或许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 之前接连两次拒绝对方的邀请 可不知不觉自己已经第二次来了 刚开始林还有些害羞 接连拒绝了龙品想要亲吻的要求 龙品开玩笑说酒喝的还不够多 随后从家里拿出了一瓶洋酒 这个度数够烈 一杯顶刚才的啤酒五杯 林一边试图将自己灌醉一边默默谈论着筋骨 直到现在她还在为对方说好话 她说筋骨不擅长撒谎是个正直又温柔的人 可能自己逼她太狠才让她打破现状想要逃走 龙品懒得听她聊这么没有情调的话题 不等林同意就转身将她扑到了床上 林没有反抗 她一边接受对方的轻浮 一边思考他们现在到底是在为谁而上床 可想完这句话的时候 龙品却没了动静 林万万没想到 一年前发生在那个女顾客身上的奇遇 今天竟然也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 第二天龙品是被隔壁卖拉面的三郎叫醒的 当她起来时林已经不见了踪影 她留下一袋苦瓜面作为赔罪 那瓶羊酒也被她喝了的惊光 看来昨晚某些人过得并不舒畅 林的一夜未归让筋骨担心不已 她本想去酒馆问问林昨天有没有来 结果刚好碰到龙品拿着那袋苦瓜面让老板煮 筋骨一眼就认出那是昨天林从公司拿回家里准备试吃的 她连忙跑上去问龙品有没有见过自己女朋友 龙品也是嘴欠直接告诉筋骨她的女朋友 昨晚待在自己家而且一直待到了早上 在龙品被揍的同时林也找到了筋骨家里 她不是来逼朱莉搬走的 只是想当面问问她一直不愿搬走的原因 朱莉回答得很干脆 她只是不想活得那么累 待在这里不用每天早起 也不用在不舒服的地方上班 她只要忍受筋骨偶尔对自己发脾气 剩下的360天里都很平静 朱莉的厚颜无耻倒是让邻居的有些羡慕 她也很想像对方一样能够放下所有负担 最起码不用活得像自己这么累 也不用委屈求全去讨好每一个人 但现实终归是现实 林也变不成那个逃避生活放任逐流的朱莉 她还是一样勤勤恳恳地上班 唯一不同的是 她好像彻底接受了周遭不公的一切 面对老板的苛责与压榨她不再抱怨 而是哼着歌拍着手乐观地将这些全盘接下 但越是这样同事们越觉得不对劲 甚至连老板都怀疑她可能憋着大招要辞职 与此同时金谷也从家里搬了出来 她把房子留给了朱莉 既然无法让对方搬走 那搬走的只能是自己 她给林发了个信息问她可不可以见个面 正要回家的林看到信息后不知该不该见这个面 她怕自己见到金谷后又会心软 就在犹豫不觉时龙平从酒馆走了出来 而巧的是金谷也刚好提着行李赶到 看到她的出现 林立刻拉过龙平把她当成了挡箭牌 她没想到来参加面试的 竟是赖在自己男朋友家四年的前女友 更要命的是对方四年没上过班 还非要让自己帮她留下 林不想趟这趟浑水 可这事老板却走了进来 一听对方和林认识 她当场就把人留了下来 就这样她最不想有瓜葛的人 却意外成为了自己的同事 然而让林更没想到的还在后面 朱莉不仅成了她的同事 甚至还成了她的室友 这天四年都没来过儿子家的金谷妈妈 破天荒的突然来访 看到门口放着的鞋 她还以为是林的 直到朱莉闻声探出个小脑袋 金谷从来没告诉过妈妈 家里住的是分手了四年的前女友 看见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出现 她还以为是小偷 面对对方的气势汹汹 朱莉只能选择逃跑 而无处可去的 她最终也只能冒昧地来到了林的家 林实在不忍心将朱莉赶出去 就这样赖了前男友四年的情敌 现在又赖上了她 好在朱莉没有继续混吃等死 新工作让她对人生 好像提起了一点兴趣 在林的细心教导下 朱莉很快适应了这份工作 不久之后还被老板提升成了秘书 而在这段时间里 林和龙平的相处也变得更加自然 他们没事会在一起打打游戏 空闲了也会约上一起吃早餐 和龙平在一起的时候 林总是觉得很放松 对方让她感受不到压力 自己也不用像面对筋骨时 费尽心思装得很得体 然而生活的节奏不只有平静和安逸 时不时地也会遇到 让人猝不及防的意外 这天吹猫求疵的老板又发了疯 老板语速惊人交代了一大堆 虽然有拿笔在寄朱莉 还是赶不上对方的节奏 而他才刚坐下老板 却又跑过来催 情急之下朱莉慌了神 把本该发给一家公司的销售报表 误发给了对手公司 老板接到对方打来的电话后 大发雷霆 这一幕刚好被买东西回来的朱莉看到 他可没有林那么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最终害怕受到苛责选择了不辞而言 老板非常生气 当众指责朱莉不负责任 还嘲讽现在的年轻人真没用 听到他的抱怨 林终于忍无可忍 林尽量克制情绪 诉说着长久以来受到的不公待遇 然而老板只用一句话 就乖乖让他毙了组 老板这番话再次将林 好不容易升起的 勇气勉压的体无弯腹 想要虎口就继续忍着当牛坐马 不想干就夹着尾巴趁早滚蛋 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这个世界缺了谁都照样干 最终林还是选择了前者 他再一次灰溜溜地败给了现实 回家的路上 他看到龙平的事务所还亮着灯 林想上去找他说说话 刚好一个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而此时的龙平正一脸卑微地跪在地上 原来他和林一样刚刚也败给了现实 几年前龙平为救哥哥做了笔假账 这被有心之人发现 并以此为要挟他为自己公司做假 为了保住会计师的饭碗 龙平只能内着良心接受 那个夜晚两个彼此失忆的人 紧紧依偎在了一起 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 或许只有接受现实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他们一味妥协 不代表别人也是 因为自己之前的风流运势被曝光 即将嫁给钻石王老五的吴宇 被迫要在媒体面前道歉 原本吴宇本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可记者的一再逼问却彻底惹毛了他 吴宇之前做过手术 因为这个原因他以后都不能再生育 而记者的明知顾问显然是想让他难堪 面对此吴宇不再选择忍让 他大方地告诉媒体 结婚不是为了生孩子才在一起 是两个人想在一起才在一起 在没有遇到未婚夫之前 他的名字叫吴宇 而今后他也会照着这个名字的意思活下去 吴宇用自己的率真和勇敢狠狠回应了世俗一计 这份勇气不仅感动了未婚夫 同时也感动到了坐在他身边的两人 是这样继续苟延残喘受人支配 还是打破束缚换个活法 那一晚两人的心里都有了答案 第二天林辞掉了那个折磨了他四年的工作 在老板和同事震惊的目光中潇洒走出了办公室 而与此同时龙平也和对方摊了牌 只是相较于林 他做得更加干脆了一点 辞职之后林和筋骨彻底分了手 虽然放不下 对方还是真心祝福他早日找到归属 朱里也在酒馆隔壁的拉面店找了一份工作 对方依旧还是一副老样子 见到他就是一顿的抱怨和委屈 身边的人都在一点一点做出改变 唯一让林不理解的是龙平失去了消息 因为参与做假账 他被吊销了职业资格 事务所关门的那一天 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酒馆老板也不知道他去了哪 还感慨自己又失去了个冤大头的两口 直到几天后 林突然接到了龙平的电话 他邀请林去完成上次没能完成的那个心愿 这次龙平找了一个看上去还挺靠谱的教堂 听说这里的钟声每天四点会准时敲响 两人到达时刚好四点 而钟声却依旧没有准时响起 不过想不想起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有些爱情原本就来的后知后觉 一群野人将千年古树推上轨道 并在轨道上洒满菜籽 然而正当他们准备将树从山顶滑下去时 新来的小野不小心被绳索套住了酒 眼看就要被大树拉下百米高的山崖 人群中一个男人让他赶紧爬到树上去 小野别无他法只能自求多福 可树上完全没有保护措施 他只能抓住仅有的一根绳子 伴随着他响车山谷的尖叫声 大树就像个山车一样走下去 同时山下的女人们也被从天而降的居目吓炮 虽然大树正中把新杀柱车停了下来 可他却被立起来的树差点甩了出去 可这仅仅是他奇葩遭遇的冰山一角 他因高考落榜又被女友抛弃而消极颓丧 只能草率地吐口香糖随机决定前途命运 可命运有时候就是如此神奇 他原本吐到了令人唾弃的自卫队招募手册上 结果口香糖的重量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大转变 他瞬间被林业局的宣传封面上的女孩吸引 于是头脑一热便决定去林业局培训 可满是憧憬的他一下车就后悔了 这个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不仅没有手机信号 山里还时不时传来恶狼的嚎叫声 他顿时萌生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可回去的火车要等六个小时一趟 垂头丧气的他连看手机的心情都没了 可就算倒霉事再怎么阻拦 邪惯城市生活的他也不可能待在这山沟沟里 然而林业局已经派专车过来接待 胆小怕事的他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入了坑 本想着还有机会谈谈恋爱 可课堂上根本没发现他朝思暮想的封面女神 老师让他仔细看封面左下角的小字 他只能怪自己当初瞎了眼 没看清上面写着警工参考 完全没心思留下的他只有整天打酱油 谁知吊儿郎当的学习态度惹怒了代班队长 队长训斥他 如果吊以轻心的对待时操随时都会发生意外 说着就给他演示操作电剧不规范带来的后果 微微缩缩的他背吓得连连后退 一不小心碰到砍刀割破了手指 娇生惯养的他没想到这份工作如此危险 于是给自己找了好几条借口准备退学 却没想到碰见了杂志封面上的女孩 但女孩对城里来的他没好脸色 他不能被心仪的女孩瞧不起 最终还是决定折返回去继续坚持 虽然经过努力拿到了从业资格证书 却不知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其他同学都被分到了条件较好的林业公司 唯独他被分配到了比这里更加原始的神区村 而更倒霉的是 村里来接他的正是那个凶神恶煞的队长 往后糟糕透顶的日子他不敢想也躲不掉 他只能微微诺诺跟着队长进山 性格暴躁的队长一进山就撞死一头野路 他坐在车里半天不敢下车 但队长却见怪不怪 让他抬到车上就当捕获的猎物 还跑去山间的小溪里 给他咬了一碗带树叶的山泉水 可他喝惯了纯净水宁愿口渴也不敢喝 而更颠覆他认知的还在后头 他所来到的神区村和他的名字一样神奇 这里不仅有着原生态的自然风景 还有着世外桃源般的风土人情 这里随数可见大爷随地施肥 村口的老太太在马路边唠客打牌 就连欢迎他的狗子都比外面的更加热情 他有些为难却不好辜负狗子的一片心意 而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山里的美食 队长拿出了撞死的鹿肉招待他 可他却迟迟不敢下筷子 他迫于队长的淫威才勉强尝了一口 谁知胃里还在翻江倒海 却看到老奶奶拿出了腹蛇酒准备给他满上 吓得他恶心到差点喷咽而出 他就这样完全没了胃口 到了晚上饿肚子只好去厨房找吃的 谁曾想找到的却是血淋淋的路透 这下让他彻底反胃到我扑不止 他随手拿起旁边的杯子一饮而尽 全然没注意到这是老奶奶泡假牙的水 这种滋味让人想想都恶心 已经生无可恋的他欲哭无泪 却还要被不知何时爬到脸上的壁虎吓个半死 而队长的一句话彻底击垮了他 糊里糊涂的他才知道自己将在这里实习一年 漫长的悲惨生活真不知该怎么熬过去 可他还没来得及缓和失落的情绪 很快就被安排了第一次执行任务 但队长的举动却让他感到莫名其妙 他看到队长竟在半路对着一块石像气道 不明所以的他看不懂这里的一切怪事 就像这里说变就变的天气让他猝不及防 看着大家都在齐心协力清理挡路的树木 他也只好屁颠屁颠地跑过去帮忙 却被队长嫌弃他没眼力见太爱事 谁都没有功夫下去救他 而他不禁满身沾满了泥泥 一抹屁股还沾了满手的鞋 于是大火纷纷掏出打火机给他消灭马皇 霹雳啪啦的火机声和惨叫声奏响了林剑的协奏曲 而他的糗事也从此传遍了整个村子 就连小孩都给他取了一个马皇的外号 危机四伏的地方他一刻也待不下去 于是打算趁无人的时候偷偷溜走 谁知半路被队长撞个正招 他只能谎称是去镇上维修手机 队长虽然早已看穿了他开溜的小心思 但出于给他留面子 还是决定带他去镇上修好手机 而回来的路上总算让他遇见了开心的事 原来心心念念的封面女孩也住在神区村 他瞬间觉得连随手摘下的树叶都变甜了 而更让他兴奋的是 他听说女孩和男朋友分手后一直单身 因为前男友受不了减弱的环境才回了大城市 所以女孩才会对城里来的他美好脸色 但女孩却给了他留下来的动力 单纯的队长灵机一动 给他塞了个东西鼓动他主动去找女孩 他表面有些难为情 心思早就飞到了女孩身边 只是没想到再给女孩先殷勤失落了些 笨手笨脚的他一时没拿稳队长送他的东西 花花心思的圈套一秒被女孩识破 他不仅遭到女孩的白眼 还被女孩的小学生嘲笑 这下不仅求爱不成 还要承受枯燥乏味的林业工作 他每天不是负重爬山种树苗 就是爬上几十米高的大树碱树枝 本想着休息时能坐在山顶喝一杯现煮的咖啡 还能惬意地享受一顿美味大餐 谁知大叔告诉他碗里的是蛇肉 他没想到淳朴的山里人挽起套路来让他防不胜防 队长说好的让他砍大树却出而发 虽然没机会砍伐百年大树 但第一次砍树成功也让他慢慢找到了成就感 可他只知道队长伐木的姿势很酷 却不知道队长砍下的这棵大树价值不菲 直到来到木材市场才让他大开眼界 他没想到砍一棵山树能卖八十万 算一算今天砍的树 他乐得合不拢嘴 队长重重敲了下他脑门 告诫他不能目光短浅 他这才明白林业工作者背后的意义 此刻他看向每一棵树也多了一份敬意 但恐高的他依旧害怕爬上树梢斋种子 可当他克服恐惧努力向上攀爬 直至爬到树梢远跳群山的那一刻 他才被大自然神奇的魅力所震惊 也许从此刻起他开始真正的爱上了山林 而他认证工作的样子也让女孩产生了好感 但他忘记带午饭被队长周骂时的怂样 也让女孩觉得他呆萌好笑 好在对扫量女孩送来了午饭 他不仅免除了队长的责罚 还得到了和女孩在山间共享午餐的机会 也不忘顺便摘来椰草莓当饭后水果 酸酸甜甜像极了恋爱的滋味 他口渴了不再嫌弃清澈的吸水 看到石头神像还分享了一半饭团表示敬意 忽然一场大雨把两人赶进了车里 他送给女孩一条写着爱老虎油的手绢擦头发 而原本暧昧的气氛却被他做死的问题打破 女孩脸色突变给了他一耳光 不过只是帮他打蚊子 但也因此牵出了两人的观念不合而闹白 他笑话女孩为什么非要窝在山沟沟里 女孩觉得他迟早要离开大山 何必浪费彼此的时间 虽然新的恋情没戏 但旧的恋情却让他看到了希望 这天他接到前女友的电话 说是想过来体验大山里的慢生活 却没想到前女友带了一大堆朋友过来 他一开始还沉浸在前女友的夸奖中 可慢慢却发现了这帮人在谈笑间 对这份职业的不尊重 看着他们打着体验慢生活的幌子 却怀着轻慢的态度冷嘲热讽 山里如同监狱 还没等脾气暴躁的队长出手 他早已忍不住抢过那张存有大山风景的内存卡 狠狠地丢进了树丛里 他终于为了尊严硬气了一回 队长也为他的改变而欣慰一笑 他已经变得不再逃避厌恶大山的生活 现在的他能静下心来感受山林树木的清香 感受临海雪原美文美奂的冰雪陷阱 无论艳阳高照还是雨雪纷飞 林业工作者总会无惧艰难坚守岗位 而今年冬天尤其特殊 因为要商量50年才举行一次的祭拜山神仪式 很多人一生都只有一次参加的机会 而按照村里的规矩不允许外人参加 村里的老人担心被山里的神明惩罚 纷纷反对小野的加入 他的积极性一下被打趴下 好在有队长力挺他 说他虽然伐木技术差 但他比想象中还要热爱大山 队长的撑腰让他心底暖洋洋 也让他重拾了坚持林业工作的信心 待到冰雪融化万物复苏 六十亿年春来到 但小野不明白这么好的天气为什么停工 队长告诉他今天是封山日禁止上山 因为山神要清点树木 如果进山就会被当作树木再也出不来 就在小野半信半疑时 偏偏有个调皮的孩子跑进了山里 惯例进山找人 但出于对神明的敬意都没有带斧头进山 可才爬到半山腰 突然山间起雾 大雾中突然伸出一只手牵住他 他也看不清到底是谁 就被拽着往山林伸出走去 不知走了多远那人突然松开了手 而他只看到自己手上留下了饭团 或许真的是神明显灵 大雾渐渐散去 失踪的小孩就在他眼前 此时山下的人正焦急万分 所有人都以为他也跟着一起失踪 直到看到他背着小孩下山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而最担心他的人是女孩 女孩甜蜜的责备让他受宠落尽 可队长却发现他身上有些不对劲 他舍生救人的善举得到了村民的认可 也从格格不入的外人成为了祭典的一员 女孩也因此对他刮目相看 而他还沉浸在被牵手的感觉中 他牵起女孩的手 想确认物中的人是不是他 可女孩却看到他的大菲尔笑的前仰后合 其实他从开始天天数着回家的天数 到现在已经忘记了回家还剩几天 只有女孩记得他只有16天就要结束实习期 面对取留的问题谁也没有常态聊下去 不过在此之前 小野还有机会参加祭祀典礼 按照当地习俗 村民会搭起祭祀台撒糖果 机灵的小孩子会扯起女孩的裙子接糖 各家各户的女人们聚在一起准备食材 而男人们则光着膀子 个个穿着尿不湿 突然对扫几进队伍中 告知小野家里来店说有急事 看到对扫慌张的模样 小野只好先跑回去接电话 谁知母亲只是问他实习回来包饺子爱吃什么鲜 他挂断电话急忙赶去祭祀仪式 显然走路已经来不及了 女孩果断提出骑摩托送他 只见一脚油门风车电车朝山上奔去 可后面白花花的尾灯却显得格外刺眼 摩托一路狂奔冲破人群 成了山里一道养眼的风景 还好总算是及时赶到 女孩也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祭祀点的女性 眼看场面即将失控 她只能脸红心跳地跑下山去 但小野却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随着火红的朝阳慢慢跃出山巒 天色渐渐变亮 村民们先是在古树周围撒米倒酒 再拿起斧头一刀刀砍出窝口 接着用大型锯齿唇手工拉锯 而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小野 然后在聚开的缝隙里敲入歇目 矗立数百年的参天大树朝着指定方向轰然倒下 连地面的人都被震得跳动起来 最后再用斧头削成铅笔形状 再沿着轨道下滑至山底 然后再穿过稻草做成的门 寓意是带而孙满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而山下的女人们都在等着摸摸古树沾沾浮起 谁也没料到毛手毛脚的小野出了意外 还好只是有惊无险地体验了一把大自然的过山车 这也使她成了万花丛中一点红 也让她彻底融入了神区村的大家庭 而随着祭典的结束 她也结束了一年的实习期 来送别的村民对她恋恋不舍 老奶奶送了她一瓶舌酒 对扫送了她腹蛇肉的便当 现在的她都能自然无惧地接受 而一向刚烈狂躁的队长此刻也对她泪眼相送 火车声响起了离别的前奏 可她却没等爱女孩送别的声音 就在她心灰意冷离开时 女孩骑着摩托火机火辽赶来 可火车已经无法停止前行 她迅速举起了那块爱如无勇的手卷表达爱意 小野趴着车窗流下不舍的泪水 两个人隔着火车喊了无数遍撒忧拉拉 直到彼此消失在对方的视野里 而再回到大城市的她显然有些不习惯 她不习惯城里熙熙攘攘的拥挤 也不习惯城里车水马龙的嘈杂 她刚想敲开家门 却被远处飘来的木材清香吸引 虽然相隔很远 但她还是能寻味而去 她看到建筑工地上正在用木材建房子 因为木材的韧性可以避免房子在地震中损坏 她深深吸着木材散发的清香 遵从了内心的选择 最终只在家门口留下一瓶蛇酒代表自己回来过 连招呼都没打就返回了神剧村 山里轻心的微风拂面而来 蜿蜒的铁轨沿着山脚延伸而去 她一头扎进了如动漫般唯美的自然里 电影落下帷幕 但人生还在继续 我们总是急于看到成功的风景 却忽略了静下心来脚踏实地的攀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